去泰國逛超市最開心的日子就是送了一車的零食 紫菜薯片果官還要魷魚絲 這次我們就帶了幾款新口味的零食回香港 一起開箱試吃吧 我剛剛去了泰國出去買了一些新的零食回來 好受歡迎的紫菜都有三種新味 現在我就試試吃了 有的吃了 好吃 什麼來的 什麼味道他吃的那個 這個 你覺得像什麼味道 好像有雞腥味 不是啊 是 是 我不想 酸的味道 是呀 你也試試看 因為是薯片 第一次是薯片的味道 但是吃下去就不 我覺得原味比較好吃 海南雞味 海南雞味 海南雞味我覺得是出色的 我來分給你了 看著 嘿嘿嘿 這個真的有薑蔥味 有嗎 是薑蔥味 不是雞味但是薑蔥味 我吃了 是 有 嗯 有點怪怪的 這有點芝士粉 我覺得挺好吃的 我覺得挺好吃的 我喜歡薑蔥味 薑蔥味也不錯 我拿到這包了 再見 好嗎你交換 他們搶走我的紫菜 我還有兩包 你試薯片面 這是芥末咖喱 咬蝦味 挺香 但味道有點像月朗 原來你還有什麼顏色 對 你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你會用來的 都吃冷肥 這是什麼 這是你試新出的咖喱炒蝦味薯片 不是 炒蝦味 它炒蝦味 它有咖喱味 但不要炒蝦 但我覺得是好吃的 真的好吃 另一個味道 這個 這個是焦魷魚 這個 有些 很熟悉的味道 好像 魷魚波波 有一個人 有 零食 有些魷魚波波 小青龍 小青龍 我覺得像那隻花生 花生醬花生味 什麼花生 我喜歡這個 但我覺得這支甜品 比這支甜品 比較脆 薄一點 它會比較脆 是不是可以 要做回這個魷魚味 你覺得脆一點嗎 真的 會比較大嗎 好嗎 天啊 在生日